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alen Green2002年出生在美国加州 现在的身高是6尺5寸 打得分后卫 有着非常劲爆的身体素质 在Jalen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 他的母亲是菲律宾人 亲生父亲是美国人 Jalen六年级就开始打AAO的比赛 同时遇到了他的重要的启蒙教练 Marcus Green 篮球天分开始被发掘 Marcus就开始为Jalen提供一对一的篮球训练 场下他和Jalen的母亲开始约会 一段时间以后 Marcus顺理成章地成为了 Jalen的继父 有趣的是 Marcus居然和Jalen的亲生父亲 都姓Green 成为Jalen的继父之后 Marcus为Jalen打造了更系统的训练计划 六年级的Jalen的训练 就已经非常的刻苦了 他每天早晨五点就起床练球 同龄人还在打电动游戏的时候 Jalen就已经每天训练 五到六个小时 八年级以前的Jalen 没有为校队打球 而是和继父一起 不断地磨练自己的基本功 Jalen高一那年 开始为San Joaquin Memorial High School打球 14岁的Jalen已经有了一副 让同龄球员羡慕的身材 六尺三寸 191公分的身高 加上之前刻骨的训练 他很快成为球队中 最年轻的先发球员 此时的Jalen在球场上 已经可以轻松地完成爆扣 虽然突破更依赖右手 而且投篮不太稳定 但依然场均可以拿到 18.1分 九篮板 他带领球队以八成的胜率 闯进了CIF Central Section的四强赛 JalenGreen也被评为 分区最佳新人 同时入选全美高中生第二队 高二赛季 Jalen的身高长到了 六尺四寸 193公分 同时因为经验更加丰富 技术也日趋成熟 Jalen的场均数据 跳跃式增长 场均可以砍下27.9分 7.7个篮板 帮助球队拿下了分区冠军 也被著名篮球媒体 评为全美第一的高二生 当年的AAU赛季 Jalen加入了 Adidas旗下的Team EBO 面对来自全美的顶尖高手 Jalen依然不手软 场均可以砍到18.7分 尤其在一场面对 2020届全美第一高中生 Carrie Worker的比赛中 小两岁的Jalen毫不畏惧 和他全场对标 无论Carrie Worker上演的精彩爆扣 还是投进点燃全场的三分球 Jalen都能以更爆炸的方式回应 球场上一度火药味十足 虽然球队输了4分 但是赛后很多球评认为 2021届全美第一高中生 潜力要超过2020届全美第一高中生 高三赛季 Jalen的身高已经来到了6尺5寸 196公分 帮助球队未免了分区冠军 场均得分超过30分 他也以2291的总得分 打破了近50年的高中校史记录 由于Jalen的打球风格 和爆炸的身体条件 酷似年轻时期的科比 Jalen也被美国媒体称作是 Yankobe 他在NBTC All-Star的扣篮大赛上 做出的扣篮动作 让所有人都感叹 这个年轻人炸裂的身体素质 和变态的天赋 他可以非常轻松地做出 高难度胯下换手扣篮 16岁的Jalen已经具备了 足以和顶级职业球员 媲美的身体素质 高四时 JalenVade变得更强 转学到了著名的篮球玉校 Prelific Prep 在进化了投篮功力之后 此时的Jalen在童年龄层 已经是独孤球败了 他以场均31分 七篮板五助攻的表现 带领球队在美国知名 玉校邀请赛夺冠 战绩是恐怖的 31胜三负 单季得分记录 Jalen也被美国著名杂志 命名为全美最佳球员 同时也获得了 三大邀请赛的入场券 可惜都因为疫情关系取消了 但是也证明Jalen的实力 受到了美国主流的认可 半年前一段 Jalen和爱德华兹的单挑视频 同样引起了热议 面对2020NBA状元秀 Jalen虽然略显青涩 但依然可以和爱德华兹 你来我往 在对抗中所表现出来的竞技水平 让人们对他未来的NBA之路 更有信心了 高中毕业后 Jalen被评为五星高中生 受到了众多篮球强效的招募 但他决定跳过大学 直接进军职业 50万美金签约季联盟 加入NBA和季联盟设立的 新星培育计划 因为近年来 很多潜力新星 如Lamelobal 选择跳过传统的大学体制 高中毕业 直接加入海外职业球队 磨练一年以后再参加选秀 不仅得到了高强度的训练 同时还赚钱打球两不误 例如澳洲联赛 就有专为美国潜力高中生 量身定做的养成项目 季联盟主席觉得 与其让那些 无意去大学打球的孩子们 远赴海外 不如留在NBA和季联盟 自己的体系之中发展 这个新星培育项目 不仅提供职业教练 执教 还会安排一些 乐于指导新人的老将 进入球队 扮演新秀的导师 同时也会提供生活技能课程 让新秀们在还没进入NBA之前 从打球到生活上 都做好准备 Jalen是第一个决定 加入季联盟养成计划的潜力新秀 在他宣布之后 又有多个新秀 陆续决定加入 从菲律宾国家队出赛 和大部分名满全美的 高中生球员一样 Jalen在网上也人气爆棚 IG上有超过100万的粉丝 他的打球集锦 在YouTube上有动辄百万的观看次数 甚至很多NBA球星 都专门去看他的比赛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Jalen在季联盟 训练和队内混战的画面 训练的非常刻苦 身材也更强壮了 单单是队内混战 打得也非常激烈 相信有他的加入 季联盟的比赛 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也非常期待看到他出现在 NBA2021的选球大会上 如果他未来加入菲律宾国家队 那么亚洲蓝坛的竞争 也会更加激烈 这就是本期视频 接下来我还会制作 更多的篮球故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